随着年底越来越接近 为了因应即将到来的跨年人潮 台东县政府交官处指出 目前已经着手规划相关的计划 要让交通以及住宿讯息更加的透明 让来到台东跨年的民众 可以掌握第一手而且正确的消息 距离2020年结束还剩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因为今年无法出国 许多人变加跨年的年假锁定在国内旅游 再加上先前歌手张惠妹宣布要在台东免费开唱 可以预期将有许多人会涌入台东 对此县府交官处也表示 在交通方面会与中央以及业者进行协调 增开班次 交通的规划其实大家都非常关心 特别连中央我们交通部部长 还有旗下所属的各个单位 其实也都非常的关心 所以包含中央跟地方 其实我们大家都一起协力 希望能够把这次跨年的整个交通 能够处理得非常的好 那当然除了铁路局这边会有从台北或南部来的加班车 再加上它一般正常行驶的车辆之外 这边就会增加了一些的运能 所以火车的部分 那关于飞机的部分我们也希望航空公司能够从一般小的飞机能够换成比较大的飞机能够来增加更多的运能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期待利用跟华信这边可以能够有一些加班的飞机 交官处也表示将会将资讯透明化 让来到台东的民众可以更加安心 在整个活动周边的场域交通动线的规划以及停车 这个部分我们其实都已经做了完善的这个讨论 那这个部分我们会在比较近的时候呢 我们会跟大家来做一个公告 最重要是让所有来到台东的人资讯非常的透明 让他们知道哪里可以停车 要到会场哪里走路比较方便 然后停车的话或是开车的话要走哪个路段 这个部分我们希望能够让资讯能够更为透明 交官处积极规划年底跨年相关交通资讯 要让到访台东的民众都能够顺利抵达要去的地方 记者陈建林台东市报导 Gabi Iz